第1170集 我是肿瘤领域的医生 据说医生曾经治好了恶性肿瘤引起的癌症 我想请问医生 这是真的吗 女人站起来问 这个 我的确是接受过这个病例 病人住院三周以后 他脑部的恶性肿瘤 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且在中医喝针灸的作用下 肿瘤也在慢慢地消失 所以 我便为他开了三个疗程的药 让他回家休养去了 叶好玄笑道 哦天哪 这太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了 那女人明显地不相信叶好玄的话 是我直言 您这样做 是对病人身体的不负责 在他病情没有完全好起来之前 您任由他自己回家去 说真的 这个 我是不敢认同的 他回去之后 一定很难存活下去 我们中医 讲究的是质问 这就是于西医的区别 但你们认为这种病情 必须是手术切除 而且后期还要经历很多的化疗 过程十分的痛苦 而就算是这样 病人到最后活下去的几率 很小 也好玄笑道 但是我们中医 与你们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我们用药用针灸 改善人体的机能 让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全部从体内排出来 再用中药去调理 里长武器 这样的话 病人基本上就会好起来的 不要质疑我的话 我说的话句句属实 我还是有些难以相信你的话 我觉得像那种病 除了高精端的手术和化疗手段 是根本不可能治好的 医生 我只想听你一句实话 你到底是不是在说大话 在骗我们 哦 这位美丽的女士 我可以作证 医生刚才所说的话 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威尔逊结果的话道 因为我之后回访过那名病人 他们提到医生 还是很感激 因为医生开的药 让病人的病 奇迹一般的好了 省去了化疗的痛苦 而且他现在注意保养 寿命根本就没有一点改变 他能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 我也是不会相信那些的 威尔逊在世界医学协会里面 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人 他所说的话引起了现场的一阵惊呼 那些老外们捂着嘴 脸上的表情各异 说真的 如果在这之前 有人告诉他 恶性肿瘤可以不用手术 也可以不用化疗的话 就能够治好 那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他们可以不相信也好宣 因为这个华夏人虽然名声很小 但是他们总是感觉有些不靠谱 他们觉得这家伙炒作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一些 但是这话从威尔逊的嘴里面说出来 就又有些不同了 因为威尔逊的身后 是医学协会啊 那恕我直言啊 医生 你们华夏方面 到底有没有手术这一说呢 据我所知啊 你们 治疗病情最大的倚仗 就是你们的针 还有你们的中医 而且据说一些厉害的中医 会用气功治疗 在我们华夏是有手术治疗这一说的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华夏的中医 是不会随随便便地给人动手术的 叶好宣导 古人有话陀开头至头疾 这些例子都是经典的例子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 叶好宣孝导 那我就不明白了 用手术要比起你们漫长的中药治疗的快得多 为什么你们不选择快一点 便利一点的手术呢 提问者又问道 那我也有一个问题 你们西医的一些大型手术如同骨髓移植 或者说是肿瘤化疗这些 就算是手术成功 患者能变成正常人的几率有多大的 他们的寿命比起正常人的寿命又如何呢 因为手术过 他们的身体受到了亏损 所以说他们想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提问者也要头道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叶好宣微微一笑 因为中医治标 华夏有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也是精气神所在的根本 如果用手术就会伤了本源 换句简单的话来说 中医把人体看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每个器官组织都会连到一起 它们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所以就算是你的手病了 但是它极有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你的脚 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 把手治好的同时 还得要让脚得到充分的补充 再比如说五行 代表着五脏 中医认为 人体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五脏 任何的疾病 都与五脏的功能下降 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人体中的五行不是生生不息的 我们华夏有天人五衰的说法 所谓五衰 就是人体的五脏功能下降 这个时候 人的大限已就到了 中医还讲究 人与自然的关系 比如说自己养生 每个季节的不同 养生的方法也不同 人要根本自然 调节自身对这个世界适应的能力 而西医治病的方法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把病给治好 而治病的同时 当然会最大程度地伤到人的身体 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想一个故事 讲的就是一个西医 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驼背 他想治好自己的驼背 但是看了好多的地方 还是治不了 这一天 他来到了一家诊所里面 他向医生问道 我的驼背 到底能不能治好 而他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十分欣喜地 让医生给他治驼背 于是医生便找来了几个人 把他按倒在地上 然后几个人同时地压下去 驼子很痛 大叫着自己不治了 可是医生说没关系 人人就过去了 然后结果导致的后果就是 驼子的腰被压断了 他的腰是挺直了 但是他这个人已经死了 后来有人问医生 你是治病啊 可是你把人给治死了 医生回答的就是 我只管治好驼背 人死不死 跟我没有关系的 叶昊轩的故事讲完 现场响起了一阵唏嘘声 很显然 大家对于这个故事 还是很有触动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 但是 它也能很好地反映出 现实的情况来 西医的手术 其实是很伤身体的 即使是手术成功 也解决不了有些病情 病 需要靠药 或者是无穷无尽的化疗 才能达得到 但是中医不同 中医讲究的是治本 而且中医现有的手段 完全可以驱离癌细胞 而且效果更好 治疗周期更短 不伤及人的精气神 这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 我所讲的 就是中医 与西医之间最大的区别 我觉得西医的眼里 只有病 一个肿瘤 用西医治疗的方法很多 手术 化疗 但是在做这些的同时 会伤了人的精神的本源 更重要的是 化疗的同时 杀死的不仅仅是癌细胞 还有人体的正常细胞 叶浩轩的一番话 引起了在座的所有人的深思 的确 中西医之间的区别就在于 一个喜欢动不动 就在人的身上动个手术 而另外一个 以温补为主 尽最大的努力去补人体的亏损 然后达到治愈病情的目的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点 不是吗 又有一个被点到名的老白 站了起来 他双手一弹倒 理论再好 也比不上实践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 能实践一下 当然可以 我个人也是比较支持实践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 我觉得实践一次 比起我们在这里争论十次 要有力有效的多 哦 尊敬的医生 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希尔 我是来自欧洲的一个医学家 或许你不知道 我立志学医术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父亲 他得了一种严重的怪病 但是我的医术始终检查不了他的病 以前我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交流会 但是今天我有资格参加了 所以我带着我的父亲过来 我想请在场的所有的医学人才 一起为我父亲会诊 一方面能让我的父亲的病情有希望 另外一方面能让他的病得到研究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的人 就不会再为难 他也算是为医学做贡献吧 你是一个有趣的人 你也是一位孝子 你可以带着你的父亲出来 我可以为他诊断 在场的各位也可以为他诊断 叶好轩笑道 十分的感谢 希尔微微的一鞠躬 他打了一个电话 片刻以后一个金发的女人 带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 这个金发女人就是希尔的妻子 而那位老人则是他的父亲 戴薇 他看起来很好 走起路来也很精神 目光炯炯有神 总之身上是看不出一点异常来 如果不认识他的人 肯定不会想到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了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父亲戴薇 他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 哦 他是我的全部 在我十六岁那年 他得了一种怪病 那就是他前一秒还好好的 但是在下一秒 他极有可能就会成为失踪者 口不能言 也听不到任何的东西 严重的时候 还会倒在地上 身体僵直一动也不动 发病的时间为三个小时 过了这三个小时以后 他会和正常人一样 哦 这种情况 有些像是突发性的失聪症 我之前见过这样的病例 有一个老外查了一句嘴道 刚开始的时候 当地的医生也是这么诊断的 后来我读医学以后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David 他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希尔道 如果他真的是那种突发性的失聪症 我就不会带着他来到这里了 我在当地 或者说我自己的医术早就能把他治好 而我也不会走入医学这条道路 哦 是吗 这位朋友 你有当地的检查结果 有人问道 有 每一个检查结果都是正常范围 医生说我父亲的身体很好 比他见过的任何人的身体都要好 如果不是这个怪病缠着他的话 我想他现在一定会过得很潇洒 而我也不会成为一名医生 尊敬的医生先生 我想不用在场的西医诊断了 因为我自己就是医生 我在我们的国家也想有些成就了 我自认为我自己检查不出来 而且像这种病不是我们常见的病 所以我相信在族的各位就算是看了检查结果 也是和我一样一筹莫展的 当然可以 叶好轩微微一笑 哦 那您现在需要检查结果 或者说是默默迈门吗 我的父亲现在貌似已经失从了 希儿看了父亲一眼 不 我们终于不用检查结果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叶好轩微微一笑 我用看 也能看出来你父亲的情况 所以请放心吧 哦 我有些难以置信呢 那您看清楚我父亲的情况了吗 希儿有些不相信 但是他还是带着期待的神色看着叶好轩 我已经看到情况了 叶好轩微微的一脸头道 你父亲的情况 我已经了如指掌了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我可以回答 哦 我只是想知道 我父亲的病情是什么病 希儿双手一谈道 而且这种病能不能治好 我就这点请求 其他的都不重要 你父亲的这种病在西医 我找不到合适的病理来解释 因为这种病西医没有归类 也是一种很少见的病情 叶好轩笑道 这种病的情况用中医的说法就是气质耳翘症 叶好轩并不知道他们手中的翻译机 是不是能把他的话完整地翻译出来 不过少士科技出品的东西 值得信赖的程度还是不错的 只是外文没有中文的那样博大精深 好多话中的意思都不能完整地翻译出来 不过他们只要懂个大概就好了 想学中医 行啊 你们学好中文去吧 呵呵 叶好轩读书的时候啊 就比较烦的就是英语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这门语言 列入这必学的教材之中 不过如果中医以后风靡全国以后啊 汉语恐怕也会跟着风靡全国的 到时候学汉语 要让这些老外们使出浑身的解数 付出十二倍的努力才行 请问你这个气质耳翘症又指的是什么 是一种罕见的症状 或者说是一种心开的特征病 汐儿双手一谈道 对于这种病我一无所知 我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 这种病不算常见 但也不算少见 之前说过 中医认为 人体是由精气神组成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种特殊的 属于这个人自己的气 而这种病的病因就是因为 肝气愈结 气机不利 气质耳翘 以致突然的耳翘失聪 一般来说犯病的时候 口不能言 或者耳内堵塞 耳鸣 眩晕 胸闷 情绪愈结 哦天哪 我有些听不太懂 我觉得以后我还是得好好地学习一下我的汉语吧 那么尊敬的医生这种病要怎么治才行 汐儿问道 其实很简单 建议您的父亲上前来吗 叶浩轩微微一笑 哦 当然可以 汐儿走到了父亲的跟前 用手势和他交流着 因为父亲几乎是每个月都要犯这个病 而且是越来越频繁 太多的时候他就和聋哑人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年汐儿不仅学会了医学 而且还连带着学会了哑语 他可以用哑语和父亲交流 戴薇很快就明白了儿子的意思 他点点头然后走到了台上 叶浩轩示意他站好 然后走到了 戴薇的身后 对着他的背后微微的一拍 随着叶浩轩这一巴掌拍出来 戴薇感觉自己身体里面有些郁姐的气息 在这瞬间被拍散了 一些气流顺着他身体中的血液循环 瞬间流遍了他的全身 就这样吧 看着叶浩轩只是在自己的父亲身上拍了一下 便站到了一边 希儿感觉到很吃惊 父亲最近犯病是越来越频繁了 而且每次犯病时间也很长 叶浩轩这一拍算是个什么意思呀 难道他是在玩魔兽吗 就这样可以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这位先生 你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 戴薇点点头 他竟然开口说话了 有点不用信任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